嘿嘿嘿 哎 美的一答 回答一下出本的氧化问题 第一个出本说 你看我这个 哎呦 桂花啥问题 桂花有点黄化病啊 还有一个呢 这种一般都是积水乌根 怎么判断呢 从叶片 你叶片这种干干巴巴的 发黄发褐色的 那个是干旱碱性过高 或者是温度过高而导致的 你像这种发黑的 这种胶边胶尖 都是积水乌根 明白了吗 就是你老是这个根部 它无法呼吸掉新鲜的氧气 导致的根部腐烂 而出现了这个情况 明白了吗 臭宝 现在怎么办 你也就明白个差不多了 现在要做的就适当的控水啊 用一些杀菌药啊 再适当的用一些反肥水啊 好吧 下个臭宝说 那个月季 是什么问题吗 这个月季问题不大 这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些缺光啊 这位臭宝 有一些水大缺光 你像养月季的话 你只要是解决了光照问题 就是无限攻击它光照 哎呦了 基本其他的问题 都是小问题 一会儿说 这个我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是吧 就比方说 我大臭宿 是吧 你只要给它足够的钱 它就没有烦恼 明白了吗 下个臭宝说 这个 我这个无花果 啥问题啊 你这个无花果 你这个无花果 怎么长得一枝独秀 还长到外边去了 下边那个都嘎了呀 你这位亲爱的花友 你浇水的时候 你不能统一的去浇 你得看干与不干 你看你的无花果 它本身叶子少 你跟其他的一样 你也是框框浇水 另外这个 我看了一下 你这个盆土 应该也是用了一些 营养土之类的 保水性比较好的 所以说 这个浇水周期不一样 你看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温度 不同的花卉 它不同的涨势 浇水的频率不一样 凡事告诉你 几天浇一次的 都是蒙你的 明白了吗 这个就略微有一点点水大 你可以吃到那 加一堆堆的肥料 好吧 你边上的 这一只长得很好 那那个主干 它就嘎了 明白了吗 所以说 你那个也回不来了 你就养好边上这一根 给它直起来 让它去长就行了 好吧 下个厨宝说 我买的三角梅 不长怎么办 它现在这个叫浇苗 你三个堆到一起 埋的还很深 发现了吗 埋的很深 你把表面的土 挖出来一部分 第二呢 就是给足光照 该浇水的浇水 你这光照给足了 你水大点没事 只要是盆子里边 别积着水就OK了 明白了吗 适当的 给那么一丢丢的肥料 就行了 还有一个呢 不排除现在天气冷了 因为三角梅呢 过冬能力很一般 你要低于零下五度 它就嘎了 明白了吗 还是不怎么耐寒的 你有可能 问这个问题的是 这种东北的花油 它那边已经冷了 这温度导致的 明白了吗 先表面的土挖出来 温度低的话 就放到屋里边 下个厨宝说 本来要挖出来的 这个怎么救啊 你这个剪 现在赶紧剪 重剪 因为根系损伤得很厉害 你把上面几乎 所有的叶子 都得给它剪了 就留很小的 一两根叶片就行了 就重剪一下 你这样种到土里边了 你这个挽救的很及时 我建议还是修剪 别话说 我看人家不修剪的 也能活 你只是你剪掉之后呢 它活得更稳 明白了吗 就是提高它的存活率 减轻它的一些 质业负担 减轻它根部负担 让它更多的时间 去长根 懂这个事就行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姨会每天 给大家分享 很多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姨 养花最转意 白来寿宝